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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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DT1又來電了 之前是e-tron 那時候是50,50我們就上50 後來有55,所以媒體 一起續航里程大接力 接下來記得有e-tron的GT RS e-tron GT 現在第五台第六台全部出現 今天我們現場這一台Eddie哥 很帥喔,他是e-tron 的S,而且我們這台是 Sportback 在這個時間點進來,我相信跟 最近我看台灣市場上電動車賣的 銷量有關係,奧迪好像成績 還不錯喔,對奧迪在 市場上應該就是 基本上是盤第三,第一名是 長勝均的特斯拉 這點在量上不容小覷 再第二點就是保持捷的 奧迪始終是第三名 其實做得還不錯 在持續的增加進口數量 的前提之下 新車型陸續進來 目前有六個車型,也顯示了希望 能夠在市場上多一點升量 而且接下來雙B的電動車都要有動作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厲害的e-tron S 除了e-tron S Sportback 還有e-tron S 這兩台是新的車型 那e-tron S Sportback 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你剛剛之前我們都去戶外對不對 今天我們就算是都市裡面 小小的一角,漂亮的綠地 你不覺得這個灰配起來超好看的 線條感很強烈 這一次的e-tron S 這個車型 它其實在前方還是跟品牌一樣 走家族式的車頭 但是這一次在車罐部分增加2公分 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 前輪的輪弧上的 它多了一些進氣口 這是為了降低車頭風阻 所以風阻來到 這個車型來到風阻0.26 我們講油車是油耗 但是可以增加一些電車的續航里程 對,然後我們的水箱護照 因為我們還是要降低風阻嘛 所以它只是一個造型上 意義上的水箱護 它們有開口 都是密封的 密封之後就有一邊邊 它有小開口 上面的密封密封 非常的小開口 目的是降低車頭的阻力 這樣子就是可以8分76都從車身過 降低風阻就可以增加續航里程 奧迪又特愛搞設計 你看它這裡還有直的 直的是物影的鍍鉻 中間在一個黑黑 反正就是讓它看起來 不那麼的單調無聊 其實它的銳利眼神啊 在晚上你更能夠感受到 眼神一出來 你就會被它增補了 很好看 它的頭燈很好看 我們開門有燈條顯示 鎖冊也有 它的日行燈的燈條 坐在這下面 坐四條 所以車頭會非常的容易辨識 然後這個我們還有做一個進氣格子 而且是有效的 以往汽油車是要帶走引擎的熱 但這邊我覺得也有散熱功能 也有風阻的功能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引擎的 所以它的風也不用帶給引擎 反而是像你的車輪這裡 它的氣流 它的氣流導過來 它的氣流導過來 可以比較 應該說比較沒有那麼大的阻力 所以這個就是外觀 而且你看它其實有明顯的 明顯的一個突出來 這個設計是有它的意義在 然後這一次呢 這個叫做Dynamic Orange 然後這個就是有一點它的配置 才會是橘色 然後一樣充電孔在這裡 那一樣就是 它是這樣子上下升這樣的 所以質感還不錯 那側邊看來呢 它就是 在這個所謂下半部的部分呢 它做的這些擾流片 做的比較特別 而且也是這種像電 所以它就是說電動車會做一個 在車側上也容易辨識的造型 就是它不只是車側的那一種飾板而已 它還刻意把它有電的概念溝通 然後在設計上面再把它發揚光大 就是到處都可以看到車側的 可以看到一創電動車的 比較獨特的這些造型 因為其實光這一塊啊 我覺得這個門板 這做工就是蠻繁複的 不小心有怎麼樣 哇你這個門板 你看 可能就換門板了 多少層啊 它就換門板了 而且它這個是這樣子 一支一支的 上下上下的 調紋 調紋 調紋下來這裡也是一個弧度下來 然後再下來 好幾層 然後後面的你看這燈下來 它還要給你遮樣 然後前面可以遮痕 折衡還要跟連貫在一起 這個就是考驗製造的水準跟公差 你看這一條線 這個塑料是一條線 這個板筋是一條線 兩個要連在一起 所以這公差要控制得非常好 才能讓塑料件跟板件 在對這個線上能做得很精緻 所以這也是傳統車 高級車的一個精髓 那後面剛剛我們有提到 就是後面也有一個輪弧 有一點翹起 以往都是塑料的 它現在就是好機件 另外這Sport Bike就是一樣 這是一個美背車型 鞋背 所以這支運動化 睡車賣的比較貴 這個價錢的408萬 如果你是一般SUV的車型 就是400萬內 對 就是390幾萬 但是不管怎麼樣 390幾到400出頭萬 這個都是不便宜的 所以大家可能預期 續航的里程要更高 但因為它是S嘛 對它是性能版 它是性能版 還奢望什麼里程呢 你自己的右甲要切斥一點 你買這個就是 你有特定的需求跟偏好 那大家一般來講 開始競爭的階級都有 要里程比較高的 價錢比較便宜 一般的SUV的電動車版本都有 但是你選到性能版 S版的時候 它也許再貴一點 但它提供的是一個 性能的package 不是通勤package 通勤可能找這個 300多萬的標準SUV就好 但如果你有特別的需求 跟想法 你喜歡開 在油車上喜歡開快 電車要更快 電車要快的情況之下 就會有比較高價 像S這個系列 或者是你可以去買RS RS又更貴了一點 另外一個篇章 這個目前的一串S 這個系列 目前都在大概400萬左右 但我覺得背景這張就很好看 還有一個S 紅色的在外面 很好看 奧迪就是奧迪的標準型 S Line 再來是RS 三個階段標準型 S就有一點性能了 再上去就是RS 所以目前就先推出S版 就進階 第一半型的進階 但車屁股的地方 也跟門側 我覺得是有呼應的 它就是一層一層的 它不讓它孤單 它自己本身的各個地方 都是有一些層次 你看在壓尾翹臀 然後下來這裡再給它翹一折 然後下來之後 它還是用了其他的材質 這邊的折痕跟車側其實是一樣的 對 所以在車側跟車後 都可以有這個條紋式的辨識度 再來是前燈 我們講前燈也是四條 車身旁邊的車門下方都有四條 這邊也是有折痕四條 所以你從前面 從側邊 從後面都可以看到 這是一台衣床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在製作上相當精緻的手法 你可以分別出 跟一般的衣床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最後面這裡 一樣還是有防刮材質 對啦 這防刮材質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來囉 對 開口因為它是Sport Bag 它的開口大 你要放東西進去的時候 是便利的 它有這麼大的開口 所以你快的東西進去 這麼大 大角度 主要是快的東西容易進去 這是大鞋背的好處 但是它好像比較高一點 對 它比較高 如果以我這種 要知道了 我要抖一下 對 它比較高 它比較沒有那麼剛好 但我覺得這是因為 也是做了一個鞋背的概念 它沒有那麼家庭 是一般的版本 應該是比較低一點 對 你還有5055可以去選 是 沒有錯 所以看一樣 這是帥 耍帥的 對 還有一個耍帥 就是電子後照鏡了 別的車場沒有 它就搞一個電子後照鏡 我們現在就好好的上車來體驗囉 奇怪 你的後照鏡嗎 我覺得這種數位後照鏡 其實只適合高速公路 特別適合 因為這是一個區面廣角的 你如果開在高速公路上 這種數位後照鏡 其實會有幫助於 你看你後面全部的景 所以類似無時角 我覺得休旅車本色 就是它的通透性很好 你覺得裡面很開心 像我現在進來 大家看很亮對不對 但我們其實還沒有開天窗的 對 我們這裡看 開了天窗之後 你會覺得 哇 超亮的 因為它是Sportback 它就沒有像SUV那麼大一片 但其實也蠻大片 到後座上面 它有前半的天窗 這是玻璃車丁 後面的是玻璃車丁 有這樣子的可以搭配 可是要說到後照鏡 我聽到很多的 老司機朋友們 他可能不喜歡 然後說停車不方便 可是因為透過科技的先進 我可以用360度 然後全部把車子的狀況 瞭弱指掌 但是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我昨天晚上開 我是有點驚艷的 因為晚上後視鏡 有時候我就把金融本撥框 它的畫質超好的 我覺得電子後照鏡 這一點就真的跟傳統比起來 你會看到很清楚的 所有的影像在眼前 主要是夜間的時候 電子的解析度跟增感 效果會比較好 這樣子用起來 在夜景 常常是夜間開車的人 使用電子或是金融的 可辨識度會提升很多 然後因為這台車 就因為透過這些科技配備 加進來 你會覺得你不再開一台很大 沒辦法控制的車 你會覺得其實開起來 它還蠻輕盈小巧的 其實它是大車喔 它是休旅喔 我覺得多半於 就是因為這電動車馬力很大 就是它的輕巧部分 來自於很強勁的動力 你覺得你輕彩油門的時候 車廂的加速 表現也很靈活 當然這是一個優勢 這也是一個優點 會讓這個第一次開的人 會那麼懼怕 然後再來講 它的這個駕駛導向 這個快面 奧迪畢竟是百年傳統車廠 它也有造車的工藝跟堅持 所以當它變得這麼的科技 跟數位化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有些事情是 我有點小困擾的 當然我相信它有它的動機 有它的造靈 就像我現在要用這個螢幕 然後我按 我點一下它有聲音 它是讓你到處點到 但是你沒有做動它 你要用力按下去 甚至我覺得 比傳統的那種駕駛 還要用力 你傳統的駕駛還要用力按 就是確實紮實的按下去 有叮叮的聲音 它才有算真的按到 不然它這只是亮一個燈給你看 所以我的冷氣也是如此 你看冷氣比較輕一點 但是還是要用力按 好的方面想 它就是雖然它有新科技 但它還是有傳統的一些思維在裡面 可是比較麻煩的就是說 我有時候按 我真的是覺得 好像比以前的那個 屍體牛 還要用力 你也知道我先弱的女子 林黛玉 我哪有那麼多力氣 沒有啦 也沒有那麼困擾 但是覺得真的是要點 要適應一下 就是要 你知道就要確實按下操作 對 就確實按下 奧迪一創在這個檔位操作面 跟一般的打檔不一樣 它屬於你用 使指跟拇指來操作 就是拇指往前推 使指往後推 這樣就可以控制檔位 看你是要倒車檔 還是要低檔 都是用這兩指 所以其實是 兩指神功 很特有特色跟優雅 然後拇指呢 按P在側邊 三指控制 這樣按P 對對對 就是非常的便利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感受一下操控 我們這台叫S 聽說如果Boost上去的話 那個馬力是整個加上去的 就是這動車有的這種 有一點噁心的加速感 噁心感 就是它的機質很大 不習慣的人這樣才會就 噢 這個力量 最近有沒有看那個 TOP GUN TOP GUN 類似的這個機子 它是七八個機 對 這個大概是一個機以內 一個機以內 但就已經有一點 心臟有一點 受到壓力的感覺 如果七八個機 我們可能那個頭髮 會吐啊 會吐 哇你看 電動車的加速 就該是這樣子嘛 所以我不一定要買到RS 如果我平常不是那麼瘋狂的人 我先是S就夠了 而且配置呢 已經是一個具備跑格的休旅車了 我們現在有點彎 因為我覺得蓋溜了啊 對 它的後軸是有兩顆馬達 然後當你更需要動力的時候 它會前面這個馬達 前軸的這個馬達也會作動 所以它這叫做非同步式的三具電動馬達的設計 Boost模式下呢 503匹的馬力 973牛頓米 零百加速啊 4.5秒 我們這台Sportback 對 你看它加速是噁心 你看 它右腳踹 我就已經頭又背巴 就是很及時 幾乎同步 然後煞車 精準 而且車上的成員 你知道我機械這麼重 沒有不舒服耶 不會那麼前傾的 那麼嚴險 所以這個就是 傳統車上的底盤功力 對 既然這麼負荷這麼重 加速威猛 對 但煞車的時候其實也是很平穩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奧迪做車的 或者是這些傳統車廠做車的一個優勢 對 好 那其實e-tron我們試過好幾台 如果你想看包括RS e-tron GT 還有e-tron 55 跑比較遠一點去測它的乘數的話 可以回頭看我們影片 那喜歡我們在這次試駕影片 因為其實現在的科技都已經到了 何況是電動車這些輔助全部都要有 所以你說主被動安全那些 也都全部油 那希望有機會 我們再拿這台車 很狠的開一個禮拜當自己車 一個月 希望有機會 反正也不吃油 對 然後也沒什麼摩 對摩耗損 就怕他沒車給車主 所以不能放媒體手上太久 沒錯 有機會再幫大家試 你還想知道他什麼樣的訊息 留言讓我們知道 那喜歡影片幫我們spose 到下找出來 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